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周 欢迎收看本期的芒果看见下 今天呢 我来到我们福建 一座非常偏僻的一个县城啊 是什么呢 就是我身后了 这座美丽的千年尺都 德化了 大家知道 这个德化呢 是我们福建这个区位的几何中心 那么它在以前呢 是交通非常的不便利 要铁路没铁路 要高速没高速 但是就是这么一座非常偏僻的这座城市呢 竟然获得了无数的世界荣耀 比如 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唯一认定的世界尺都 就是我们福建的德化了 还有就在前两个月刚刚获得了 世界文化遗产名路 泉州海上丝绸贸易中心 其中的一个遗产点也在我们德化 所以说 德化呢 现在已经世界遗产了城市了 非常厉害 那据了解 再过两年呢 这个德化呢 也是发展潜力非常的旺盛啊 因为再过不了将来呢 有两条高速铁路 将直接在这个德化呢 交汇一条呢 就是福隆高速福州和龙岩的高速 高铁啊 我高铁说说了 还有一个呢 那就是昌夏铁路 前几天呢 刚刚披复了 昌夏高铁将途经德化 所以说这座福建的一座小山城 未来的发展还是不可限量 那我们今天就带领去大家看一看德化的 好吧 大家可以看啊 在我远处呢 就是我们德化的池一城了 锦铃万达广场 我们待会进去里面看一下 听说8月27号开当天也是人群爆满了 非常的火候 好的 现在呢 我们就已经来到了德化池一城的内部了 哇果然真的 到处都是卖池器啊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这边是万达广 德化版的万达广场 跟别的城市与众不同的地方吧 搭配了一个池一城 这样四人展示我们德化千年的这个陶瓷文化 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大唐的中央呢 有一艘仿古的船只哦 在这个船上面呢 放了很多的这个池器 这个方式呢 是寓意的 这个咱们德化呢 这个 呃 海上丝绸之路 陶瓷的这个起点 因为我们古代的这个池器 都是乘坐这个海上的帆船走向世界 哇 这不是一个广场 这是一个博物馆吧 走进来到处可以看到这种美丽的池器 大家可以看啊 这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陶瓷的景观啊 这个叫什么 啊 彩虹树啊 彩虹树啊 嗯 好漂亮 你看这个叫彩虹树 寓意我们瓷器呢 强硬就像人类的顽强生命力的感觉 哦 漂亮 美丽的